我们继续来关注12月4号记者在周治县人民医院惨遭殴打凌辱案件的最新情况 已经有了重大的进阳 现在最新情况你知道吗 刚知道 你现在是敌与芳英死 很痛心 为啥 因为作为原来两位领导触犯的法律 作为我们危机不满 那也却不无需报庇 也就是说这两位原院领导当天干的事已经出阁了 出阁了 昨天124专案组向我们发布的最新消息是涉案人数增加到9人 那截止到今天晚上的6点涉案人数已经增加到13人 其中12人涉嫌非法拘禁已经被刑事拘留 一人是行政拘留 记者在周治县人民医院被殴打报警之后 最先被行政拘留的6人当中 眼下其中5人涉嫌非法拘禁 强制措施已由原先的行政拘留升级为刑事拘留 除了李新房院长和刘建路副院长被刑拘之外 剩下新增加的5名被刑拘嫌疑人都曾参与殴打当事记者 如今整个事件的真相已经渐渐浮出水面 这里边有可能还涉及到其他人 现在专案组民警也正在加紧调查 不管你是普通的老百姓 还是因为你是记者 在事实面前 法律一定会为你撑腰 为你伸张正义